台商回台投资 2500亿的年度目标 报告总统 经济部完成任务 一个任务的完成 也代表了另外一个任务的开始 今年的2500亿 再往上加2500亿 经济部短片部长沈荣金 带来台商回流春艳消息 全年2500亿目标 第一季就打标 经济部招商回台投资 到4月底前 已经有投资金额将近3000亿 而负责的投资台湾事务所表示 到目前为止 还有40多家厂商 正在等待审查 承办的经济部 投资台湾事务所 承办人员几乎天天都要加班 目前核准52家厂商 累计投资金额超过2795亿元 带来27000个本国就业机会 造纸机台不断运转 台湾造纸大厂融成此业 今年扩大投资70亿 带来166个就业机会 人力银行网站 融成上重年薪百万的财务长 到契约大货车 大举争财 因应中美贸易战 纸张原料供应问题 融成根流台湾 还有台商回台投资 被动员建大厂国聚投资金额165亿 带来700个就业机会 另外手机镜头的精密光学大厂新聚科技 也有161亿投资 带来1450个就业机会 两个是加码投资台湾的第三第四名 官员强调投资台湾 不罚科技大厂 蔡政府招商回台 提高国内生产质与竞争力 不只是口号 而是要让人民真正有感 375刘家伟成豪台北 参考到